还有 physics 意思就是能量 其实今天我刚刚才去上海 教了一堂课 当我学生说老师 这个阶段是怎么长的 让什么的一个能量平衡是什么 基本上现在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能量医学 样子医学在中国还演变得 比其他国外地方排废 接送非常地快 但早期进入马来西亚 那两国家包括香港 翻成中文以后 接送度也不一样 其实在花卫的精神 或者是植物的精神里面 它做的这个提取 都是跟量子能量医学有关 它不是在用它的药物物理性质 所以有人说 我们的植物能量开学 跟后卫开机就是数量化很像 非常安全可靠 也非常适合任何人类使用 也很多 为什么 因为花卫食物本身就是平衡情绪创伤的 当然我们今天刚刚有提到 非常多种孤独症 老人的情绪 或者是不快乐 或者是现在非常多的人失眠 各种的情绪的问题 它是怎么样去达到 用到这个花精巧克力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这个量子能量 自然界的这个能量波如何可以影响到我们 如何可以帮助到我们一个养生的部份 养老的部份 与本身的这个vibration energy的意思是频率 频波波动地球 频率其实就是信息 就好像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大会的嘉宾 它这个植物能量教育学结合了 这个又不好意思 这个有点打不开 我们看一下这个色彩 在这条房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七轮 轮慢或色彩能量学 就好像今天你们在家里会忽然间说 我很想把一朵花或是植物用个什么颜色去调配家里的磁场风水 有吗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或者是说我有我喜爱的颜色 或者是我喜爱的宝石水晶是什么色彩 所以所有的花朵植物树都有它本身的色彩频率 就是它的纳米粗质 所以它整个的理论是离不开这个色彩能量学 第二个是讲到说人体的磁场都有来自不同的频率跟波动 而这个波长跟波短 也是就像我们的这个器材的色彩的光谱有关 如何去运用大自然间的这个植物能量 去采取它的光谱 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是Kelian Photography 非常多几十年强 有一个美国科学医学家 还有跟苏林的一个医学家一起结合 发明了这个叫做摄影 摄影技术 那你们可以看一看 为什么呢 它整个的这个光是真正运用了它的技术拍起来 这个植物的光环和磁场的光波 是具有一个强大能量光 其实你可以上网寻找非常多 包括你如果是拍了这个那个我们叫Junk Food 就是垃圾食物的细胞和一个有机食物的细胞 还会完全不同的一个光亮感 那其实我们做的这个英国的疗法就是在采取这个植物的光环和磁场图 这就是这个Dr. Koronkov 也跟我们英国的学术教授非常好朋友 那它是吉尔盖莱的一个也是同伴 那它做了这个Liwal的仪器是已经不只是拍摄人 不只是拍摄植物跟花朵的那个正有能量 就我看了很多的教育啊 我们可以很明显这个是用的手机电话 大家都知道手机电话的辐射强不强 很强哦 有可能你一个人带着两个手机 还有iPad 电脑这些等等 所以一般像我们用的辐射 有带有辐射的东西都会破坏了磁场 一个健康的能量磁场 或原本的到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就会被破坏的非常的强烈 而下一张也是我们运用了这个Dr. Koronkov的仪器 可以看到这个能量脉轮还有磁场 运用了英国的这个条理学以后 这是我的个案 也是一个十九岁的小男生 非常快速 他原本的七轮轮带是整个偏条 不在磁线里面 然后整个的磁场破洞非常的多 那不是他用的手机立刻去拍摄 就是他原有的那个健康 或是这个身心状态 尤其是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报告 因为在英国年老的老人也非常多 尤其是我们学府在Jersey Island 然后我的教授其实也很老 如果去请他来他绝对不敢来 因为他住在那个地方是很污染的一个地方 虽然非常适合养生羊老的地方 但是连英国人、伦敦人都住不起的一个地方 因为那个小岛非常的有钱 非常的贵 但是真的很适合养老 那他呢就在那边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磁场拍摄报告 然后很神奇 包括有八十几岁、主持几岁 他的编然屋口 为什么调理了这个情绪呢 用了花卫非常有那么大的一个进展 那这个是希望给大家看一看 有这样子的能量拍摄的部分 为什么它有效 这个是图片的都 今天也是植物能量法理学 有非常多的想跟大家分享 那我觉得他最精髓的部分 就是怎么样运用植物的能量 一直说老师说那个 怎么去调理 他有一个检测的手法就是心所检测理论 什么是心所检测理论 英文翻译是有点奇怪 他英文叫做Hot Lock Hot Lock 为什么叫Hot Lock呢 其实就在你的这个心额心脏的部位呢 会做一个简单的检测 哪里的能量磁场波是阻塞的 那他这一个能量磁场波呢 可以找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叫做心所之门 我们相信这个理论 因为这个理论呢 不是英国教授 不是英国去发明的 是英国的教授 那时候大家教给我们去传递这个课程的时候 推广的时候他说 常常都跟我讲 这个Hot Lock理论就是跟易经有关 那其实我们外国人不太会讲易经 我之前以前我说那易经是什么 我也看不懂 虽然我父亲也是很喜欢中华文化的时候 常常都有讲啊 那中国怎么样理解 我当时还不知道 听不懂 那当我学习这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而我把它带进来中国教课的这几年 我觉得它就是来自于也是中国文化 那为什么它会搭配了英国的化学 做这个手法的检测 因为跟中医理论其实也有点像是 心才是记忆了你所有的 发生过的思维思想跟事情 包括你的受精效 有可能包括我出生的时候 我进了医院 或者是打了点滴 用了非常的多药 或者是我在几年前做了一个手术 或者是从一个很大的高处掉下来 造成一个很大的意外受精相 当然如果是感情创伤 如果是你的某某亲人离世 这所有的心结 其实会滴在你的身上 就在心脏里面 每一个时刻 而且它这个手法 可以很科学的检测出来 就在你的心里面 什么时候发生 发生什么事 而你这个心灵上的创伤情节 是跟自己有关吗 还是跟父亲有关吗 母亲有关吗 还是跟男性女性关系有关 所以刚刚我们的之前的图表 就会看到 在右边的一个心所处筛的时候 一般会跟男性有关 一般左边就是跟女性有关 它有一个它的理论上 而这个记忆 所有的烙印在你的身体的时候 它就会有产生这个心所的门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理论 这心所的门 有六十四个门 六十四个格子 就在你的身上 而这个身上呢 绝对可以造出来这个弱点 然后它又会运用了什么样的一个 能量配方所需要 去把它挤开和平衡掉 所以这六十四个新手的门 是这样子发生的 也很多的 看一下 因为整个这个区体 我讲一下一个案例 非常的清澈 当时我是在一个 讲过的时候 有一个老奶奶 就带着她的孙儿 过来给我整检测 我记得当时我手机 我看她玩得好开心 然后我就用了这个检测手法 就找了出来 你说你用了约前 替了约前 那些小孩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跟一个母性 在那个祖山点 在一个女性有关或是什么 我以为是她是跟妈妈有关 跟父母心常常在外工作 这下来有个不开心的点 当时只是找出了一个时间点 就是从新手之门长到 后来她玩得好开心的 就立刻就哭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外婆就跟我说 那个时间点 刚好是奶奶突然去世了 而她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 她对父母心感情也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新手的记忆检测太精准 太精准 而她所需要的花外能量配方 就是一个绿色的花的角落配方 非常奇特 而就是准 就是平衡她对亲人离世的一个 伤心跟打击有关 那为什么这小孩可以测出来这个配方 不只是小孩 包括养老的 就是我说的老女人 其实我不太会讲这个 我觉得大家一直说老年人 我觉得很多现在退休跟养老的 我非常多的国外朋友年龄都比我很大 我一点都不觉得是老年人 或者是像 陈辉 刘伟长或者是其他的 所有的其实 不管是老年人 或者是中老年人 还是我们这种年龄都会有 这个情绪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 当我有这个能量 我很开心 成长在一个非常快乐的家庭长大的话 一定是有很多的 自己的正能量 可以平衡掉这种情绪 那这个六十十个新所知能 就是用这个 muscle testing 是一个 治癌老化里面的 激励能量测试 所检测出来 不需要任何的仪器跟工具 在英国我们非常采取最自然 最简单的方法 然后去做制作成这个化味能量配方 然后我们成立了今天的 我们讲的这个主题 那植物能量调理学就是在这个 哲西岛很小的一个岛 Under在这个British 英国的 叫Channeling Islands 本身就是研究所也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丹妮娜教授 当时我们在那边做研究跟采取花鸡 本身我们花鸡其实有做了三千多种的研究 有尼泊尔 英国 马来西亚 和各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都有 那谢谢你们 今天祝愿大家的 羊老采年走向世界 走向中国 也希望说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 大家可以来英国交流 然后认识果官能量力学 和服务能量学 谢谢 谢谢 谢谢姚文研事长